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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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說 我這個2300萬分成多少呢 本來是23縣市 23縣市嘛 現在呢 23縣市裡面扣除了三個 四個縣 扣除四個縣 變成都了嘛 對不對 台中 台南 高雄 新北市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剩下多少 19個縣市 19個縣市呢 他們有這個是高雄縣 這個是台北 新北市 這是台中 這樣子 很多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每一個縣市都抽一些人 抽到5000個人 他就有什麼 他就有一個叫做代表性 真正代表這2300萬的人口的現象 所以為什麼要用抽樣調查 這樣懂嗎 那為了防止說 抽的時候 高雄市抽的太多 台北市抽的太多 或者說 台北市抽的太少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把人數比例算出來啊 譬如說 台北市佔的人口 就已經佔了多少 250萬的人口啊 所以我應該在 250萬 2300萬裡面 他佔250萬 所以台北市250萬人口 要乘以2300分之250啊 他就叫做什麼 一定的比例 剛剛我問那個俊孝說 你要不要特定對象 他說要 不只特定對象而已喔 特定對象要特定的比例喔 他才有什麼 代表性嘛 代表性才能夠符合 所謂的統計的概念 這叫什麼呢 用這個代表性的人去推論 去推論 去推論 這個時候就有 剛剛蘇贤姐講的演繹的功能在了 這樣知道嗎 蘇贤姐 這就有演繹的功能在了 推論就有演繹的功能在了 好 那 代表性有一個比例 我們稱它什麼呢 比例抽樣 好 沒有問題了喔 好 那還有呢 還有這比例裡面呢 也有一個差異性喔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說 上禮拜 好像我跟 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講 沒有的話 就是這禮拜 我跟另外一班講 跟那個二年級的講 中華科大 在私立科技大學裡面 私立科技大學裡面 排名十二 排名第十二名 在全部公私立所有的科技大學裡面 排名第二十三名 現在台灣呢 這是career的喔 不是我們自己 胡瞎胡扯胡瞎扯的喔 是career的 這個月刊 統計裡面 得到的結果喔 是career得到的結果 真正的結果 是企業界用人單位 對我們的評價 裡面呢 我們是私立學校裡面 我們排名第十二名 如果公私立一起 我們排名二十三名 好 這很重要的概念 那好啦 如果說 這是公私立學校的 的那個名額 元額 如果我要真正達到真正的比例 比例抽樣的時候呢 我就要分成喔 我要分開來喔 譬如說 假設啦 我把它縮小好了 縮小到中華科大 中華科大 我要找中華科大的學生 來做抽樣 我不要全部喔 我們中華科大 九千多個 我發九千多個文件 我不需要嘛 那我們中華科大 有學院對不對 四個學院 然後每一個學院 有不同的系 學院是一個層級 有工程 有商管 有健康 有航空 好 四個學院呢 有不同的系 系裡面呢 譬如說 工學院五個系 商學院 工學院六個系 商學院五個系 健康學院三個系 然後 航空學院四個系 總共十八個 那我就要分成去抽喔 我不能說 欸我這個隨便抽 比例多少 不是的 應該是 工程學院裡面呢 我要先抽十八分之六 然後這個是十八分之五 十八分之三 十八分之三 再十八分之四 第一層先抽 第一層 然後在第二層怎麼抽 這個抽的人數裡面 他有什麼 有年級啊 有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啊 每一個年級 比例不同 對不對 我先把系跟院跟系分開 然後再分年級分開 十八分之六的人裡面 我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應該把它分配到這裡面 分配多少 這叫做什麼呢 很重要的名稱 叫做 分成比例抽樣 懂了嗎 所以調查法 我跟你講調查法的精髓 調查法的精髓 就是對象如何抽 抽樣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子星 怎樣 這很重要 這個抽樣的概念非常重要 比例抽樣 而且有分成的比例抽樣 抽樣的對象叫做母群 假設 假設我們的題目是這樣子 好這個 第一個 中國石油一台數 持有兩家連鎖加工的 加入站的加工推銷策略差異 我們的對象是 人口變數 性別 公司別 職業跟平均收入 然後我們的推銷策略是這一些 如果說 我沒有辦法全省做 我可能要怎麼做 我可能要用 呃 台北市 台北加新北市 我應該把台北市 所有的台塑跟中國石油 通通把數量抓出來 看有多少 台塑跟數量 中國石油的數量 新北市多少 台北市多少 然後按比例把它切開 我要去看的 我要去觀察的 或者我要用調查的呢 比例這幾家 這幾家 我到那幾家加油的人員呢 我去發問卷 他才會有 比例抽樣 分成比例抽樣的概念 那通常我們分成比例 是性別也要分 差不多 一半一半 不要性別通通男生 女生很少 公司別也要有差別 那好 這個很困難 很困難我們沒辦法做 這是抽樣的困難點 就在這裡 他就不再用分成 他只要用比例就好了 好 再來 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上禮拜 我幫你們整理過以後 我畫成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圖 這個也是上禮拜 我們談過以後 我把它畫成一個圖 給你參考 人口變數 科技類的類別 公司的資金別 上市的情形別 公司的規模 產品性質等等 這個是一個自變相 然後工作滿意度 有主顧關係等等等等 我把它畫出來給你看 如果你要抽樣 那你就要看怎麼樣 看左邊人口變相 什麼叫分成抽樣 也許科技的類別 你要去找出來 有多少類別 那個類別在工商登記裡面 有多少人口 多少公司別 你應該抽出他的公司 你應該抽出他的公司 然後按比例把它抽出來 然後資金 我把它區隔 資金在幾千億 幾億上的多少 幾百萬的多少 幾十萬多少 切割 然後按照比例把它抽出來 然後呢 上市情形 有上市的股票的公司 跟沒有上市股票的公司 多少比例抽出來 然後公司的規模 規模多大 人假設五百人的 五千人的 或者兩千人的 切開出來抽比例 產品性質也是一樣 3C產品 面板產品 什麼產品把它抽出來 這個自變相呢 我們就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抽樣 分成比例抽樣 這樣概念懂了嗎 非常重要概念 因為抽樣 如果沒有真正抽樣 那調查是怎樣 就沒有代表性了 代表性不足 你就會 推論就會不正確 那不正確的推論 就引導到你不正確的方向 那你的專題 你的研究就沒有價值了 這樣懂嗎 在現在你用網路去搜尋 非常多的paper 非常多的報告 如果有一個報告 你往回看 你只要看到它抽樣 是不對的 看到它抽樣 是沒有按照規矩來的 那這個報告就是沒有意義 寫的再好 用再好的方法 沒有代表性啊 那不是一種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什麼叫garbage 垃圾嘛 garbage in 一堆垃圾放進來 garbage out 一堆垃圾放出去 有意義嗎 沒意義啊 我也當然 像我來講 我也是特別 一直要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我不能把garbage in 給你們 你們garbage out 那我不是 浪費我的時間嗎 你們也浪費你時間嗎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通常呢 我會比較 跟各位道歉的 我比較要求 你們上課的狀況就是 我不希望 當作垃圾一直倒進去 你們就是 然後垃圾一直放出去 就好 那浪費時間 我們學東西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學 我光是 花20分鐘 我手來20分鐘 學東西 我就要真正抓到東西 我那20分鐘 絕對比人家 20個小時 學的還要好 概念嘛 我學東西 就是這種想法 所以 這是一種態度的問題 也是一種學習的問題 那我們回頭來看 好 這裡面呢 是我們光調查法 你要看 值跟量 我剛剛講過了 第二個呢 可能有哪一些方式 各有什麼優點缺點 好 這裡已經告訴你囉 剛剛我說 在查的時候呢 因為你要這樣查 所以呢 它裡面呈現出一些 優點跟缺點問題 所謂的優點呢 它是不是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啊 節省很多經費啊 因為它有代表性 就可以啦 對不對 或者說 它的缺點在哪 當你的抽樣不足 不對 或者說 你的統計有偏差 它就引導錯誤了嘛 或者說 當你的對象 尤其是 像同學們 現在在做 老師的回饋反應 然後呢 如果沒有真實反應 那就偏差啦 那偏差的結果咧 那調查沒有意義啊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講它的缺點 它缺點就是 很多人隨便填啊 不願意用心給你填啊 我自己在做 人家任何人給我的問卷 我都很仔細很認真在填 因為我覺得喔 我們要有一份 沒有花多少時間 同樣花那個時間 為什麼不把它做好 這種概念喔 好 這是 也有它的優點 也有它的缺點 那你們可以稍微思考看看 譬如說 觀察法有什麼缺點 有誰可以講 觀察法有什麼缺點 南文秀 南文秀 在哪 觀察法有什麼缺點 它會不會耗時 會很耗時 然後呢 觀察者 能力要很好 對不對 觀察者本身能力要很好 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想到的 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想到的 要夠客觀 沒有錯 好 這是有它的限制 它必須要有的條件 必須要具備的 那觀察法 至少也有優點吧 人才會用嘛 你有沒有想到優點 有誰能夠想到觀察法有什麼優點 欸 按摩的 被按摩的 你認為什麼優點 觀察法有優點 觀察法很冒險 冒險譬如說 我剛剛上課上課看到 喔 靜靜姐幫前面女生按摩 觀察法的缺點冒險是說 喔 他們兩個好愛媚喔 他們兩個不知道什麼關係 我在猜測嘛 我看不到嘛 我在猜測嘛 那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剛剛講客觀性 資料的解讀性 這有一個問題 然後呢 它還有很多 冒險的另外一邊就是什麼 冒險另外一邊就是 可以看到真實的一面 可以看到真實的一面就是 當他在表現一些動作的時候呢 很自然而然表達出來的那種 關懷啦 或者彼此的一種 關照啦 或者彼此那個眼神啊 我們就可以看出 喔 他們兩個喔 不只曖昧還真正是一對 那這種概念就是 你可以從 行為的表現 旁觀的方式來看 這也是一個 你用調查 你問他說 你們兩個的關係如何啦 他寫出來可能是 礙於其他因素他不敢填 或者填的東西有偏差 或者你要問的問題跟回答者之間 思考有落差 問你問題的時候呢 可能你不懂裡面的意思 就隨便填一填了 這種概念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 優點也有它的缺點 好 那 第四個 調查如何執行 如何的進行 第四個 有誰可以告訴我怎麼進行 這個我就不談 調查裡面應該是說 我可以用抽樣 抽樣完以後才開始發問卷 那好 那我們來看說 地點會有差別嗎 形式會有差別嗎 哪一種形式 哪一種地點 或者哪一種方式 它的速度 回收的速度啦 正確性啊 這些是不是可以做比較 可以吧 好 我想大概時間 不是很夠給你去做這樣的說明 那我用一個表 你們課本的一個表 這個表給你看 你們課本呢 這個表是在第154頁 154頁 你看一下喔 這也可以看出優缺點啦 優缺點也可以從這邊看出來 包括速度 包括金錢 包括填達者的能力 包括文件的所需要的時間 還有呢 溝通的模式 溝通的方式 然後呢 在那個訪談控制的狀況 樣本控制 還有 樣本的分佈 回收情形 等等 他都做了這個 很詳細的一個比較 當然 這是 我們這本課本的作者 在2005年所做的分析 那今年是2010年 2011年 六年以後 也許會有一些差異啦 差距啦 但是差距應該不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既然你們用這課本 我給你看 它的內容是這種情形 做這樣子一個調整 好 那我就把剛剛這個問題呢 不再花太多的時間 調查 除了剛剛講這些問題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你的調查方式 像我們第一 我以前帶我們氣管系同學 有一組呢 是在做高鐵的服務態度 有一組 他做高鐵服務態度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嗎 那幾個同學很可愛喔 他真的去高鐵賣票的地方 站在那裡 就拿著問卷 然後問著那個賣票的人 買票的人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幾分鐘啊 你時間夠嗎 我這問題你幫我填一下好嗎 我們同學真的是去這樣子 那其中喔 有一個最感動的是什麼 有一個同學回來跟我說 他說老師我跟你說喔 我們的調查對象 幫我們填的有一個是教授耶 是什麼大學的教授 他跟我講喔 他說我從來沒有幫人家填過問見 你們是第一次的 當一個大學教授 既然是第一次幫學生填問見的 第一次從來沒有幫人家填過 他設計很多問見 他的同學去 他從來自己都不填 他從來不幫人家填 他第一次幫我們的學生填 中華科大學生填 然後他 那我們的同學也很可愛 他說老師你為什麼 那你既然第一次 你們為什麼願意幫我填 那個教授回答他說 欸有誰猜得到他回答什麼 師傅啊你猜跟他 剛剛不是誰講 怎麼問 欸剛剛是誰講 蛤 原因可能是 你說一個原因 沒有嗎 沒講 好 師傅啊你認為呢 可能原因是什麼 他從來沒幫人家填問見 第一次幫你 幫這個中華科大學生 幫他填問見 而且他填到第三頁 他說 我還不知道真的這麼長喔 我還是把它填完吧 為什麼 態度比較認真 我們的學生態度比較認真 這是一個 感動他 還有呢 這確實有 他有講到這個 還有呢 有誰可以想到 林毅有沒有想法 在高鐵賣票之後 他買完票之後 很少見新奇感 還有 來 誰 林思妍 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一件事喔 剛剛講的是確實喔 我們學生態度很誠感 他被感動了 但是呢 真正感動的應該是說 這一件事情 他平常沒有真正去碰過 也沒有時間去碰過 他只有很多他的研究生 在外面收集資料 然後請人家幫忙 他自己卻沒有填過 然後呢 他看到我們學生 這麼辛苦 一張一張 你要收集到五六百張 的問卷 這樣一個一個這樣收集 他這樣自己 打動了他自己 他說 我做了那麼多年的問卷 我不知道真的那麼辛苦 誰辛苦 他的研究生辛苦 他一點都不辛苦 他自己回想到說 他實在是很不應該 所以他還說 以後他都會填 我想喔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對我來講 那就是最好 我最好的收獲 我能夠 雖然很不容易打動一個人 那就 那學生 真的我們學生 就達到一個很好目標了 好 這是地點上面 他在高鐵那邊收 那當然呢 你在那裡收 跟在網路上面PO出去 跟在這個 你看他捷運的門口 常常也有同學在那邊 幫人家發文券 對不對 那個每一個地點 都會有不同的收獲 在不同地點的話呢 譬如說在捷運口 在高鐵門口 或在別的地方 不是真正 假設你要問麥當勞的事 你不在麥當勞那邊問 而在別的地方問 那個可能性好處在哪呢 好處在於說 你可以收集到不同的人 那些人不一定是去麥當勞 但是他可以打出來 如果你在高鐵那一定是 买票的人確定做過高鐵的 優點在哪 你不會那個沒做到高鐵的你的田 美國做過高鐵的人 他拿到他的田 那實際上那個準不準 可能不準 各有優缺點 你非在那個地方去 沒有那個對象的地方去做調查 你會多元性 但是你在對象 你要去調查對象 那個地方去收集問件 你的問件一定是比較正確 比較集中 不是正確 比較集中 好 這是地點 我用這種說明 那另外呢 回收 回收怎麼樣會比較高 來 我問一下 回收怎麼樣比較高 黃世民來了沒 黃世民沒來 黃之浩沒來 李宏偉 黎宏偉 李宏偉 李宏偉 莉兰 黎 Moon 黎宏偉 倫顏偉 來 你第2節才來的 李酏偉 戀雏偉 你說如果是你的話 你怎麼樣你才會願意 把問件交回去 幾種可能 如果文件給你 你願意交的可能是什麼 你願意交就表示說回收率會比較高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聽不懂意思 他說什麼 你再講一次 沒關係 不是你講錯啦 而是說我聽不清楚你講的 不是啦 我的問題再講一次 我的問題是說 假設你拿到一個文件 你怎麼樣你願意填這文件 比較容易 比較願意填 當然我是講回收率 回收率會高 那怎麼會高 人家願意填才會高啊 你認為幾個可能是比較會願意填的 隨便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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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對錯啦 你只要想 想過 禮物 小禮物喔 好 確實喔 現在很多文件都用小禮物的方式 附上去 像我們在填文件 前天有一個人要我填文件 居然送一個小小的那個 現在很流行隨身碟 隨身碟現在多的實在是太多了 一個隨身碟便宜到大批買便宜到不到一百塊 而且是多少 四G耶 他們那種大量去買來當禮品的 不到一百塊啊 這還是很太離譜了 那個陳志宏 在哪 你呢 除了小禮物之外 還有哪一個 你們兩個 陳志宏 陳志宏跟林彥彤 你們那個初期的紀錄是一模一樣的 缺席也 次數也一樣多 然後Deductive的話呢 就可以發揮很多想像的結論 我剛剛講Deductive 好 來 你說 好 問題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大問題 真的大問題 例如說 問題的延伸很多 例如說 問題數量如果太多 人家不願意舔 10題以內我絕對舔 20題我根本不理你 對不對 然後你如何用10題 15題 20題 抓住要害 這就是我們講 題項如何設計 如果你問卷喔 人文類的問卷喔 超過30題喔 我跟你講 大概人家都不願意給你錢 那我們人文類喔 沒有30題 又覺得找不到東西 所以大概喔 像我指導的同學喔 我都希望他在40題 30到40題之間 所以我們常常出去 都是36題 38題而已 人家才願意舔啊 最容易舔的是什麼 10題的 一看一夜 哇好快喔 看一看一看 因為10題喔 大概是我們的速度啦 大學生一般大學生的速度 或者高中畢業的人 一般的速度 10題大概只要15秒就可以達完 大約啦 最慢最慢的人 思考很慢的人 一分鐘就可以達完 真的喔 那個問卷很快 看一看打完 很快 因為你想太多也沒用啊 他不需要你去想 好 這是有關題數的問題 當然還有喔 還有就是 你問的 什麼情況 人家不願意答 還有哪一個人家不願意答的 來 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願意答的啦 不願意答 林廷漢來了沒 沒有 蘇哲明 來 你也是第二節才來 蘇哲明 然後你問我 好那我問你 怎麼樣情況人家不願意答 你不願意答的是什麼 你每一次都是遲到耶 你不願意答的是什麼 問題太多剛剛講過啦 還有呢 業術太多跟題目太多也差不多啦 出意思啦 還有呢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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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看啊 黃世民來了沒 季鴻如沒來 季鴻如沒來 還要想喔 簡以如 沒來 張詠勤來 第一節就來了 黃鴻鈺 黃鴻鈺 在哪 沒有 想到了嗎 想到了沒 問題太大 太什麼 太難 問題太難 當然 所謂的難就很難講 什麼叫難 有那個演算題的啦 有那個數字要你去想半天才能答得出來的啦 那個 確實喔 問題如果 太過於 比較 複雜的問題 人家不大願意 還跳答的 跳答的 你知道嗎 請問你怎樣 如果你這一題不答 你請跳到 第幾題 或者打獅子的時候跳第幾題 或者打獅子的時候跳第幾題 打佛跳第幾題 那個跳答人家也不大願意做 還有 再來 黃孝仙來了沒 啊 黃孝仙在哪 沒有 郭太元 沒有 來 傳資料 傳東西給那個 給靜靜傑的來 叫什麼名字 幾號 48號 剛好 剛好 有唸到嗎 啊 148 啊 148 寧 寧 寧婷 好 你呢 你認為什麼東西 什麼樣問題你不願意答 啊 啊 我這說你要問圈設計的時候 你要避免的啦 非不得已一定要避免的 或者說 你真正會有一些人家不大願意打 哪個問題 啊 性別 沒有錯 有一些問題人家不願意打 譬如說 剛剛我在講這個誰 哲明喔 哲明是不是 你劈腿幾次啊 啊 對 他不大願意打嗎 有些人就覺得不大願意打嗎 對不對 你到底是性向如何 你是不是Gay啊 開玩笑喔 不要在意喔 類似這種問題人家不大願意打 或者說 呃 請問 假設啦 他問 問問題 答 再問問回答 欸我問你喔 你 單親家庭 你父母親為什麼離婚啊 他直接不大願意打嘛 隱私問題 只要隱私問題 他不大願意打喔 還有咧 還有看喔 再來還有誰 黃竹橋沒來 洪佳麟 沒來 周思巷也要遲到啊 然後 蕭詠欣也不可能來 他從來沒出現 好 這個是我們回收力要提升的時候 問題要簡單 小禮物給人家 題目不要太過於複雜 人家願意去回答 還有呢 你要找對人啦 當然要找對人 這個 這個就是 你要選的對象 要跟你的題目要有相近 要不然人家不願意打 當然還有 譬如說網路跟 跟你形式裡面呢 你用網路的 還是用一般紙本 也有差別喔 網路的速度很快 網路的速度很快 譬如說你Facebook 你出去 你叫同學摳一下 結果一摳 摳了以後 一摳下去 結果你網路一天 就回收五百份欸 問卷了 而且他回來他就不用摳 馬上就出來了 像我們上一屆的同學 你們上一屆的同學 他有一組呢 就是用網路的 他很快 他五天他收了七百多份回來 扣掉一些 所謂的無效問卷 像五百七十幾 五百八十幾 他五天搞定欸 而且他數據不是亂的 不是亂填的 不是亂搞的 所以 但是有 像這一屆 我們還沒畢業的同學在做 有一組呢 他就用網路 結果網路搞了一個禮拜 回來沒幾個 那題目不是很適合在網路 所以他只好用紙本 好 這是我們在談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 我要跟同學講的是 很重要這裡面 題項如何設計 第三點 我要告訴同學 第三點 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這幾張圖裡面 像這個 題項呢 我先講一個題目的類型 題目的類型 題目類型 就像你測驗 在家裡 小學到大學測驗一樣 是非題 問答題 潛通題 還有選擇題都可以 那一般情況 我們都會等同於選擇題 欸 哈囉 看這邊 我們會等同於選擇題 選擇有四個選項 五個選項 如果說 過去的選擇題 你們是其中有一個對的答案 對不對 那同樣你要讓人家答也是 只有一個對的答案 可是答案呢 卻不是針對題目的來演算 或者回答 而是說 大概兩種形式 哪兩種形式呢 一個叫做同意程度 一個叫做滿意程度 大概是這兩個層次 那我在講這個層次之前 我再插一下 一個是同意程度 另外一個呢 是叫做滿意度 滿意程度 大概是這兩個方式來講 你是題目的寫法 你會問說 欸 這個餐點 你的滿意度如何 然後 非常滿意 你們兩個是怎樣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我在講這個很重要呢 你有在聽嗎 哪有 我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講什麼 你不會回答我 你就問我剛剛講什麼 注意聽這裡啊 如果你是要同意程度的話呢 你的題目的內容 譬如說 我 對 餐點 很滿意 那這個要用同意程度 還是滿意程度 我的題目是 我對餐點很滿意 然後他用同意程度 還是要用滿意程度 有誰可以回答我 你看喔 我 對 某某的 餐點 很滿意 或者叫做滿意 那我後面呢 12345 1是 1到5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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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5 1到5 你要用非常滿意 還是非常同意 如果這句話 要贊成用同意的舉手 贊成滿意的舉手 你看喔 我對餐點很滿意 我非常同意 我不同意 我非常不同意 還是說 我對餐點很滿意 非常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如果用這個字句 上面寫很滿意 或者 或者說是一個 某一種的描述的程度 比如說 感受很好 感受很好 那你要用滿意度呢 還是要用同意 同意嘛 同意這一句話的意思 用程度 同意這句話的意思 我們要用同意程度 如果上面這個是問號 問你說 你的滿意度如何 當然就是非常滿意 不滿意 問號大概就是滿意 同意程度大概都是直數句 肯定句就會用同意程度 這樣可以嗎 大概是用這種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如果說你要出30題 我剛剛講說 不要超過30題 對不對 出30題的話 會在推銷策略這裡面 市場出幾題 管道出幾題 價格出幾題 廣告出幾題 活動出幾題 這就是我們題目的來源 題目不能亂出的 一定是先把你要找的內容 我一直在強調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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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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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如果你這個做不到 你後面一切都等於0 像這個呢 這個 你就講 主顧關係 有幾個題目 你要從主顧關係 你出的題目 都在主顧關係裡面 出三題到五題 然後呢 心知報酬 三到五題 為什麼三到五題 我告訴你們 三到五題 就能代表那個意思 太多沒有用 太少不能代表 所以 所有的題目呢 必須要先從架構 找出來以後 從架構的這幾個層面 這幾個因素 每一個因素出三到五題 如果現在這個圖形來看 這研究架構來看 工作滿意度五個 工作心資四個 工作態度三個 總共加起來是多少 十二個對不對 如果每一個出三題 是不是三十六題 搞定了 如果你其中有一個 只有兩題一題 不能代表 但是呢 我們常常在講說 題目問卷要有性度效度 要有性度效度之前呢 可能會有一些題目不好 會刪掉 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自己在做浴室的時候呢 做五題 主顧關係出五題 心資報仇出五題 每一個都出五題 所以這裡面 十二個裡面出了六十題 當然不一定勉強 三到五題 如果你有把握 你就出三題 沒有把握的話 出個四題 五題都沒關係 超過五題沒有用 太多了 六十題裡面 讓你的朋友 讓你的浴室的對象 先填 填 填 填以後 最後呢 大約三到四十題以下 用統計來刪它 那就會有性效度問題 這樣懂了嗎 所以題目怎麼來的 來 題目怎麼來的 這裡面講的 題目 題項如何設計 設計呢 必須要先從題幹 題幹 就是所謂的 架構圖裡面的 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們回想一下 從開學到現在 我一直在強調這些事情 就是你後面能做的事情 那我今天有一個作業 什麼作業呢 把過去到現在 我們有那麼多案例給你了 那麼多案例 這都是案例 而且上課也講了 這些案例很多 我上一次那個 好 這有這麼多案例 這個給我多一點點時間 在哪裡 好啦 沒關係 案例有這麼多 還有你們在討論過程中 不是有一些案例嗎 你們自己想的嗎 然後你自己想做的嗎 你把你想的案例 用這個 課本上這種方式 課本上170頁 我把它拿給你們看 170頁這個 你把一個架構圖畫出來 自己畫 然後呢 上面那個表 那個表呢 就是你要去做的 意思就是說 像現在 假設 推銷策列 推銷策列 你要幾個題目出來 那推銷策列裡面有 有通路 有價格 有什麼 什麼紅利 或什麼方式 然後每一個呢 大概要出幾題 然後題目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 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很重要的理念 我們把這個弄出來 然後 可能的話 有同學如果已經懂 我早上 第一節課 今天 上面一節講 研究的假設 假設底下 你看他要寫假設給你看 你們呢 按照這個170頁的一個範例 你自己訂一個題目 或者過去同一組裡面 所做出來的題目 或者考試這個題目 你都可以任意的 找出一個出來 下禮拜 交出來 如果你要email給我 可以 或者你用文字描述的方式 放在那個也可以 那基本上 我是希望說用紙本 要不然我真的一個一個看 我也不知道你有沒有教啊 我變成看了好幾次喔 一直花很時間在上面看 都沒有看到資料 你要體諒老師啊 我真的很願意花時間在你們身上 可是你們這樣 我變成花很多時間在那邊 亂亂亂 好 作業 用紙本 用手寫都可以 一頁就可以了 一張 我不要那麼多 一頁就可以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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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